热线12今日关注 第三届CCTV慈善之夜 昨天在京启动 湖北实验 26辆车连环降撞 司机被困驾驶时 儿童意外伤害频发 安全意识需提高 女子6岁离奇走失 30年后寻回亲生父母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昨天下午由中央电视台 举办的大型公益宣传活动 第三届CCTV慈善之夜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CCTV慈善之夜 以致敬中国慈善践行者 关怀中国慈善受助者 引领中国慈善发展方向 构建中国慈善文化为宗旨 本届CCTV慈善之夜 将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的宣传主题 继续梳理公益慈善领域的重大事件 致敬有突出贡献的慈善人物 2016年4月7号 由中央电视台发起的 第三届CCTV慈善之夜启动仪式 在北京举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秦怡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王树峰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陈佳克 以及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总监王广令等 出席了本次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总监王广令表示 2016年扶贫工作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重点推进的工作 本届CCTV慈善之夜将紧紧围绕精准扶贫宣传主题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工作开发工作会议强调 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努力形成大扶贫格局 慈善事业成为脱贫攻坚不可获取的重要力量 前不久召开的第12届全国人大私事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这是国家规范慈善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因此本届CCTV慈善之夜的活动的启动恰同其时 体现了国台作为国家媒体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当天卓委会公布了本届活动的战略合作机构 中华慈善总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华红丝带基金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等多家基金会 同时公布了人民日报社 光明日报社 公益时报社 新浪微博等作为此次活动的战略合作媒体 一时现场还发布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将作为本届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 加多宝集团 北京牛兰山酒厂 将作为本届活动的公益合作伙伴等信息 我们越来越多的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让企业能够更多的去承担一份社会责任 比如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合作 参加了暖春 人们行动 关注了这个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 以及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 也取得了非常多的良好的社会效应 我们就从01年开始就做这个学术性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从当时的几万块钱到现在的七千多万 而实现这么大一个规模 所以现在这个项目 已经成为我们加勒保公益慈善的一个名片 CCTV慈善之夜 以致敬中国慈善践行者 关怀中国慈善受助者 引领中国慈善发展方向 构建中国慈善文化为宗旨 梳立公益慈善领域的重大事件 致敬有突出贡献的慈善人物 并通过善行故事展播 用凡人善举传递温暖的力量 诠释慈善的重要意义 每届CCTV慈善之夜 都会推选出十位CCTV年度慈善人物 以善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从扶贫、赈灾、养老、住学、疾困等方面 讲述善行故事 感染观众 传递慈善力量 2016年第三届CCTV慈善之夜的晚会 将于5月下旬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黄金时间播出 届时将会推选出十位 2015年度CCTV慈善人物 好 来介绍一下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杨延超 杨律师 这位是白宇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 慈善之夜 到今年已经是整整第三届了 它依然延续了 善行展播和晚会的30加1的模式 仅仅围绕着精准扶贫的主题 既有点滴的善举 也不乏善行大爱 请问二位对这台晚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白宇你先说 其实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是第三届了 我们说慈善之夜 它不仅仅发挥的是一个媒介的作用 是一个平台的作用 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它更多的给我们感受到的 它更像是一台发动机和牵引机 它把更多的慈善的善举行为资源 都集中在一起 聚拢在一起 然后让更多的慈善资源 达到一个最优的合理化的配置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资源的配置 是为推动整个的慈善事业的发展 是非常大的一股力量的 好 杨律师 对 今年的慈善之夜 恐怕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 今年我们通过了 大家瞩目的慈善法 它对于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我想这个慈善之夜 它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就是每个人 每一天 每一件事 可能都可以体现出慈善的事情 大人物可以做慈善 那么老百姓 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 那么我们讲慈善慈善 慈悲之心 善是什么 与人为善 对 每一件事情 我们向灾区捐款是慈善 我们走在路上 别人问路 我们给予支持 我想这也是慈善 包括我们做法律行业的 给人家免费法律咨询 甚至做一些援助性的法律案件 也能够体现出慈善的精神 对 慈善就在我们的身边 慈善之夜 相约五月 敬请期待 昨天我们关注了北京某酒店 有一名女子被袭的事件 下面来看事件的最新进展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北京 今天上午发布消息称 昨天晚上21时许 北京警方成立的专案组 在河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在河南许昌将涉案男子李某 24岁 河南省人 抓获了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当事人弯弯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 说他在配合警方的调查 来继续关注下一条新闻 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 不少人都有即早出游的安排 这个时候安全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在湖北的实验的高速公路上 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 发现现场共造成26辆半挂车小轿车 不同程度受损 一名司机被困在货车驾驶室内 由于货车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员全身多处被卡 脚步骨折并有多处外伤 消防官兵迅速利用液压碱 扩张器撬棍 清理周围杂物 扩大救援空间 同时当地公安 高警 交管所等应急单位 对相关车辆实施起调作业 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 当天下午1点左右 被困的司机被成功救出 并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下午5点左右 事发路段车辆通行恢复正常 好 下面这条新闻呢 还是和安全有关 儿童活泼好动 但是呢又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技能 意外伤害事故就频频发生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案例 给大家提个醒 4月3号下午 一名小女孩在同学的陪同下 焦急地赶到宁夏中卫士 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值班士 向消防官兵求助 消防官兵看到 一枚戒指紧紧套在小女孩的无名纸上 致使无名纸通写不畅 颜色发红 肿章变形 部分位置已经溃烂 如不及时取下 手指婚姻束缚时间过长 导致供血不足而坏死 什么时候 由于套在手上的戒指很窄 而且紧挨着手指 如果处置不到 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卡在小女孩手指的戒指属于钢质 质地较为坚硬 而小女孩手指被卡位置 已经红肿溃烂 稍微一碰 小女孩便疼得哭寒起来 很快小女孩手指上的戒指 被消防官兵用钢具锯开了 但是套在指头上的戒指 必须要将其撑开 才能从肿胀的手指上取下 经过观察后 一名官兵用两把尖嘴钳子 咬住戒指边缘 另两名官兵扶住小女孩的手 随着戒指开口缓缓张开 戒指从紧箍小女孩的手指上取了下来 所幸的是 小女孩的手指并无大碍 据了解 小女孩今年上小学四年级 当天中午的时候 在家玩耍 将戒指套在了手上 快到下午的时候 小女孩发现 自己戴在手上的戒指 无法取下 恰好当天父母不在家 小女孩害怕父母知道后 责怪和担心 便叫上自己的同学 来到消防队求助 时隔两天之后 4月5号下午 安徽省介首市消防大队 也来了一对母女求助 这名十多岁的小女孩在玩耍时 手指上不慎卡了异物 取不下来了 据观察 孩子左手无名纸上 套装以铁制管状物 已经嵌入肉中 消防官兵使用小型线断钳 慢慢在铁圈上剪出户口 试图剪开铁圈 他就这么往那摆 他往那摆 对啊 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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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意思 往外摆了 先剪不可 剥了 剥了 不剥了 你再痛啊 你再痛啊 你再痛没事啊 你看都在反应那儿 可是由于衣物卡得太紧 稍有碰触 孩子就感觉到疼痛 消防官兵只能慢慢剪戒 在近十分钟的努力下 孩子手上的异物被成功取下 而卡在手指上的异物 是孩子在用雨伞时 不慎套上去的雨伞肩部的套圈 在浙江海宁 消防官兵接到了 儿童被困车内的求助报警 一名年龄约两三岁的小男孩 单独被锁在了一辆发动着的叫车内 消防官兵到达时 家长正隔着车窗 试着叫车内孩子按下车窗按钮 可是孩子年纪还太小 不会按键解锁 消防官兵正得车主同意后 用腰斧将左后门车窗破开 才成功救出了小男孩 好 进入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和我们联系 我们会紧力的帮您 许来寿 男 约1939年出生 1942年与母亲流落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桥亭乡 据寻亲人回忆 母亲名叫廖阿奎 外祖父名叫廖长金 印象中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沙布村人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血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他叫曹秀珍 也叫娇宁 30年来啊 他一直在寻找着这两个名字 背后那段遗失的人生 和那个模糊的真相 30年后 他真的找到了 但是无穷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今年36岁的他看上去并不起眼 却有着极为特殊的身世 人生的前六年 他被称作曹秀珍 生活在河北苍州 搏头市的一个村子里 当时我这种时候 我的脑海里 记得都是爸妈的年轻的时候 不过我的爸爸的印象不太真的 而接下来的30年 身边的人都叫他焦宁 在河南新乡 沿津县 他长大成人 结婚生子 这个城市 我干净是我的家 我毕竟跟着我生活了这么多10年 我干净是我的家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姓名背后 是两对令他难以抉择的父母 这里就是焦宁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 河南省新乡市 严金县 全县有大约47万人口 著名的小吃严金火烧 在这里颇受百姓的喜爱 六岁那年 焦宁随养父母一起来到严金 就像其他严金本地人一样 吃着火烧长大 讲着一口地道的严金话 对于家乡的记忆 他早已淡忘 我们之前没有探过这件事 只是说他知道 要不要不知道 我跟他不是亲的 我知道跟他不是亲的 只不过没有这个 窗户只没有痛开过 只是在父母给他取的小名里 永远记录下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世 时间拨回到遥远的1984年 焦宁的养父焦起高 所在的严金县城关供销社 需要采购冰箱 焦起高在单位一向表现不错 他得到了领导指派 带队前往北京 并且还可以带家属同行 因为我们七个人 只有我去过背景 他们几个都没去过 没去过背景 好像当时我居然去 去过背景 跑过业务 领导说那派我去 比较合适 单位是这个 就那种计划经济 像他们形象的大冰箱都没有 那非得上背景去不可 四月中旬 养父母焦起高和宇荣 带着自己的独生子和同事们 一起来到了北京 为了方便行程 他们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 找了家旅店安顿下来 采购完冰箱 办理完托运 他们乘坐103路公交车返回旅店 可就当他们准备下车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独自一人 跟在了他们身后 我谁家的孩子 谁家的孩子 从来我这穿着脏脏脏 不惯不惯 那这身一去招事 现在也不好说 就是说 那时候没法 按着这个东西说 哎呀 这肯定是个气瘾 下来呢 这都开始哭 找爸爸来 找爸爸来 按这时候 这按丈夫 还有这王住民 他几口 这不是那好杰人 就说 能把脚啥面 按掌柜也问他 能把脚啥面 拿这个人 那个问他来 那个 能家都有谁 他光哭啥也不说 真的 那时候钱 反正我记得都黑了 那个 然后给他买点丑棒 看着怪可怜家 那一天是1984年 4月19日 娇启高与何玉荣 走进了这个 六岁女孩的人生 从没有经历过 这种事的一行人 一时间 也有些手足无措 回到旅店 他们赶紧把孩子的事 告诉了前台的工作人员 那家旅游官是工作人员 我刚刚试了个小女孩 你知道 是要是有人稳 有着招 这个 如果跟干家来都可以招 不过是 我刚刚明天要找 430 顶零 880 那就去旅游 我肯定要带着他 为了暂时照顾好小女孩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无论是爬长城 还是逛公园 都把小女孩带在身边 由于有同龄小朋友陪伴 女孩很快忘掉了悲伤 但是却仍旧只字不提自己的家人 我说你回忆回忆 你家到底是拿得了 后给你送到你爸妈那个地上 是不是 想着你爸妈肯定要 要是家事了 给你扔了 这算是恨他了 家事不是扔了 你爸妈 本来是我 这管他啥都不说 就找说个数码 连心啥都不找 弄不清 看着小女孩实在可怜 娇启高一星人 做了一个足以改变女孩 一生命运的决定 把女孩子带回河南眼金 就此关于北京的一段记忆 都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之中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就在1984年4月19日这一天 就在北京的103路公交车上 有一位父亲交集万分 曹青红搭着了脑袋 走在回家的路上 坐个公交车 竟然把女儿给丢了 她感到没有脸面 面对自己的妻子 好吸情 那老头的在最后头 走到也开始 卖补的金都没有啊 我说怎么你们都来了 我说怎么站一那么瘦啊 出了没生来 我大姐能说吗 加来吧 再加来再说 我说修诊你 跟她这一说 我说 连孩子给丢了 修诊没了 我说怎么着 你给我把修诊丢了 我再说第二遍 她就一趟 没起来 赶紧抢救她 抢救我多大会儿 我也不知道 我给带醒过来 我都是个哭 从这一开始哭 也不吃饭 就天才哭 在家里一哭 哭了有个五六天 一看孙儿也不喝 饭也不吃 就说八下子哭起来 朝大街口跑 就朝大街口跑 黑白的下子 有人把着我 二十一天回家 等了五天 一看这样没吃 走吧 再快去北京吧 上北京 咱哥哥 再来走去吧 在北京寻找女儿的三年里 夫妻俩跑遍了各大派出所 贴过不知多少张寻人启事 一听到有谁家要寻亲 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赶过去 你要说我疯 我知道找孩子上哪走去 我也知道 你说我不疯 我也不手头 我也不洗脸 说乖孩子走 不还有一个呢吗 说乖这个走乖 说不管了 也不要这一个来 也不要这一个来走 走疯的走 朝外跑 都是那孩子在哪 你咱们走得去 突然有一天 曹清红和郝西秦 接到一封呼和浩特的 惊喜发来的电报 电报里称 朽贞已经找到了 让他们赶紧过来 本已万念俱灰的夫妻俩 这一下可高兴坏了 他们二话没说 连夜动身 前往胡适 打从记事起 娇宁就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养父母 也从未刻意隐瞒过这段事实 虽然身是特殊 但是娇宁的成长经历 却和身边的同龄人 没有什么不同 养父母对她 也是关爱有加 比自己很赞小琴 从她的经历 你让她直接说 现在你不要问我 你直接去问她 就是养父母 咱妈养 当时这个生长过 可能当时很招惱 她不激烈 以后你怎么会激烈 请你结巴婚以后 你再激烈不激烈 还可以 没有打过 没骂过 娇宁的回答极为简单 她承认 虽然养父母对她很好 但她自己却始终 无法摆脱不是亲生的身世 所带给她的自我压抑 特别敏感 跟她们合作 就跟她改 本身知道都 自己都知道 不是她压力 是亲的嘛 没做一件事 都合作都跟她们 很精神 读完中学 娇宁就放弃了学业 走上了工作岗位 没过几年 就找了对象 按照她内心的设想 自己早点结婚成家之后 就可以理所当然的 寻找亲生父母了 可是从操办婚事 到婚后生活 娇宁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养父母陪送了 大量的嫁妆 丈夫周长盛 更是对她无微不至 结婚说了 我给她把都商量 虽然咱的女儿 不是亲生的 但是咱边也亲生的 还得陪送多点 怕要保守高 我对象对我还可以 才结婚以后 她知道 我婆婆家知道 我跟养父养母的关系 才结婚以后 对我很好 对象我跟养父养上班 对象她是 谈点节 谈点送 我刚才接 还说 我新的一个莫凡丈夫 老师 其实我也很高兴 很快 娇宁便有了自己的孩子 幸福的生活 让她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对于找亲生父母这件事 她开始变得犹豫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娇宁自己也实在无法寄亲 当初在公交车上 是怎么突然变成独自一人的 如果亲生父母真的是不想要她了 她即便找到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十几年过去了 曹清红和好西秦 已经定居在了呼和浩特 不忍心看她们俩整日漂泊寻觅的亲戚 把她们骗来忽视 并且强逼着她们 又生了一个女儿 一张张照片 记录下了她们崭新的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俩 已经放弃了寻找 等到家里有了电脑 夫妻俩便自己学会了上网 她们把女儿曹秀珍的信息 登在各种寻亲网站上 此时在河南省严津县 焦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但她的生活却大不如前 丈夫周长盛非但没有了过去的体贴 还变得十分霸道 她从学末中这一切都是她爸给的 是她爸给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必须得听从 就说一阵 不管背错都得听她的 不管大小事 一切都得听她的 我感觉着 也许我说 也许我判断错了 我感觉着都是 这一切都是 我给你争的 我都得听她一切智慧 不仅如此 一旦遇到矛盾发起脾气 周长盛甚至还会动手打她 反抗那一年也反抗不了 毕竟她是个难民 反抗不了 她经常都是打我了脸 她让对了也不打 就好就是打我了 更让娇宁感到心寒的是 在婆家受了委屈 在娘家却也得不到慰藉 我都给她说 我说你歪 我说那都是小事 我说 还要长大以后 没自为贵 是不是 我说她再赶紧 这搁起来 喇喇车 车里了 转了 我说还要不愿意的 我说最主要的 把你害死养大 以前都是搭坝送过去 搭坝送过 搭的生生气 然后都送过去了 就是没有找着家之前 有一次 那样母不愿意了 走上生 然后呢 那婆家特别 对那样母就特别放肝 那样父样母就感觉出来了 干了以后 我再跟走上生气 那样父样母也不敢管了 时间一长 娇宁越来越渴望 一个真正的娘家人 一个和自己 有续脉关系的娘家人 在丈夫周长盛的帮助下 娇宁把自己的信息 同样登在了网络上 2013年春节刚过完没多久 一个陌生的号码 给娇宁打来了电话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一人我跟你说话 我说你是小智吗 是 哎 我说我是你亲生父亲 娇宁的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记忆仿佛一下子回到了30年前 以写久违的画面 渐渐清晰起来 我记得是家是平方 你记得是这边红转盖的平方 家没有怨恙 你记得我手间借过 老爸是店工吗 这个我记得 你记得拆过面纱吗 我跟他还唱过电机 我记得拆过面纱 你记得验红吗 验红吗 这样我都记得了 一问一答中 儿时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在宝贝回家 寻思网志愿者的帮助下 经过血液和DNA等一系列检测 这对失散近30年的亲人 终于联系上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视频 闲见了第一面 我一看心里一样 特激动 我说真正 你俩那个罢了 我说这样又 刚才说那又罢了吗 我看见那罢了 他说 找着那个镜头特近 也就这么看出来了 又失了 又更失了 又没脚了 高兴 当然是高兴 这么多年年年 也就是心愿 失险 2013年4月 骨肉分离近30年后 在河北苍州 葡萄市的老家 整个村子都沸腾开来 父老乡亲 翘首以待 欢迎曹秀珍回家 后期就我老的那鬼呢 我做哈包包了 我客厦家的你这个 我客厦造的你的 基本都是个谱 我说小君 我看看你 你拿个霸了 我看看这是哈斯压下 哪个大谱 你霸了哪个 接受不了 老下来就哭 你哭又哭 把他比我一辈了小事 可是与所有的人热泪盈眶不同 焦宁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他似乎还没有马上适应曹秀珍这个角色 他没掉泪也没哭 一眼泪没掉 为什么呢 最后我问他 曹青红和郝西秦此时还并不知道 在女儿的心里还依然认为自己当年是被他们遗弃的 而焦宁也并不清楚 在他的亲生父母心中 始终有一对永远也无法原谅的仇人 人家说 人家要在大街上领着走 那算是难丢的 在汽车里头 你说要是在家里头抱住人家 你说是丢的还是偷的 公交车正在家一样 它是拉人的 你平时在人家 人家当时以后不得人家人家家的家里拉着我 人家是偷的什么 三十年前在那辆公交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谁才是这一系列悲剧的真正制造者 忍心的喜悦还未散去 仇恨的火苗已经悄然萌发 这是留一个悬念 因为本故事还要下集 在明天会准时播出 我们先来探讨焦宁 他的性格尤其是在寻亲这方面 表现得非常的摇摆 只要自己这日子好 比如说刚结婚那段 他觉得有了家的感觉 他就不想寻亲 一旦婚姻出现了一点小矛盾 他就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的父母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白宇 其实我们说这个人 他都是群居性的一种动物 那么家庭的功能一共有四种 人在小的时候 家庭的最主要的功能 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 接受教育 那么其他的三种功能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出现的 比如说经济的支持 比如说情感方面的陪伴 还有性 那么在这四个角度上边 哪一个角度他缺失了 那么就一定要去寻找 那么我们可以从焦宁的人生的这种经历来看 他曾经可能觉得在养父母家 他缺失了某一部分的时候 他需要用一个自己的新的家庭组合来弥补 那么当他的新的家庭同样又感受到不幸的时候 他还需要比如说是情感 亲情的这样的陪伴 所以他就转回头来 他一直是在寻找 在寻找他 目前可能依然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的那份东西 对 但是我们看到本片的结尾 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父母都哭得跟泪人似的 但是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画面当中 刚才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拉着条幅接自己的亲生女儿回家 这个画面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不应该是这样 好像是在接一个外人 那么从那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焦宁自己的感受可能是什么呢 他一下子被全村人当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首先他的第一感觉是不舒服的 那么其次呢 30年没有在一起 相互之间可能会有很多应知但不知 也可能在未来都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那么第三点也是我看到这个片子当中的一些疑惑 就是生父母养父母和焦宁之间 是不是总有一方在有意或者是无意的 有一些什么东西 没有讲出来 我特别希望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比如说明天的节目当中能够揭开这个谜题 对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法律问题 你看那个焦宁刚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爸马上就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 叫偷 对 从他养父母那块 说的那个词叫丢 是吧 这孩子没人要了 就直接追着我们 我们对他很好 还让他结婚了 那到底这个丢和偷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呢 从法律意义上讲 这两者区别可大了 丢的话 那么养父母帮他照顾小孩 这叫做好事 助人为乐 如果是偷的话 那法律性质就很严重了 这就有可能构成违法犯罪了 当然我用如果这个词 如果是偷的 那么会怎么样 我国刑法是有规定的 那么把人家的小孩给偷了 构成什么样的犯罪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国家没有偷到婴儿罪 但是我们国家有一个罪名 叫拐骗未成年人犯罪 对 那么如果构成这个犯罪的话 会出以刑法 但是请注意我的用词是如果 因为到底是丢还是偷 恐怕我们还得用证据 用事实去加以证明 对 那白宇你怎么看待这俩字的区别 结合这个案件说 对 其实呢 他们都是在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 可能他们当时真的就认为 如他们所说的一样 孩子就是丢掉的 孩子就是被对方偷走的 也有一种可能 是不是自己在隐瞒了一些当时的实情 刻意要表达这样的一种概念 给焦鸣听 来争得焦鸣对于自己这一方的情感的认同 让焦鸣觉得 他应该跟我更亲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父母 不管是养父母还是生父母 他们的年龄都是越来越大了 其实他们都希望焦鸣能够在自己 我相信所有的人看完了之后 都是充满了疑惑 你说那孩子当时不管是丢还是偷 他已经六岁了 六岁的孩子应该什么样 他又不傻 应该知道 认亲皆大欢喜 怎会闹上法庭 最终难以收场 这是啥子 我不给他跳 本应亲上嫁亲 为何惨遭骂名 导致无家可归 我不要你 反目成仇的背后究竟孰是孰非 认亲之后的悲剧 又该谁来买单 女子走失三十年后认亲 两对父母对簿公堂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